大家好 欢迎来到达达观世界 我是达达 带您看最精彩的世界 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极大缩短香港 珠海和澳门三地间的时空距离 作为中国从桥梁大国走向桥梁强国的里程碑之作 该桥被业界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 也被称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它不仅代表着中国桥梁先进水平 更是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就在大家都以以为傲的时候 仍有网友表示不满 因为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 途中没有加油站也没有厕所 小车通过一次收费要150元人民币 那如果途中车主发现车没油了怎么办呢 专家称这样的设计是有原因的 在港珠澳进入这段桥的三地口岸 都有设置厕所和加油站 车主在上桥前完全可以先检查汽车的油量 给汽车加好油 还可以先方便一下上个厕所再开始上桥 和普通的高速公路一样 大桥的途中也是不允许随意掉头和靠停的 这样不仅能有效提高交通效率 而且也大大减少了意外事故的发生 总的来说55公里的路程也并不算很长 按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来算 通过这座大桥也就半个多小时 最后说收费高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普通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 是按照每公里5毛钱算的 港珠澳大桥全长一共55公里 一次性收费150元人民币 看起来很贵 但是如果没有这座大桥 你会在路程上浪费多少时间呢 现在人们时间都很宝贵 时间就是金钱 而且在海上建桥的难度巨大 耗资巨大 也不是普通的公路和桥梁能比的 看着国家的付出 再想想自己的方便 应该都会觉得150元人民币很值了吧 小伙伴们觉得呢 本视频素材源于网络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达达 我们下期再见